美国为了得到731部队细菌战的数据资料 支付了25万日元 美国甚至向世界隐瞒石井四郎以及731部队的滔天罪行 还让石井四郎成为德特里格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美国媒体还披露 德特里格堡存放着大量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病毒 并且存在许多安全的隐患和漏洞 据专家分析 美国遍布全球的200多个实验室分布 同近年来 一些危险疾病和病毒蔓延始发地的分布情况非常相似 联系到上述美国军方与731部队互相勾连的历史 我们很想知道 美国在境内外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的重重疑云 什么时候才能揭开 美国什么时候 能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4号 星期五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就在昨天今天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 我们发现中国和美国之间关于新冠疫情起源 病毒起源的这个争论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程度 可以说是刺刀见红 刀刀见血 白刀的进 红刀的出 为什么 自从福奇也在美国开始改变口吻 说实验室泄露的理论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那么全球范围内针对疫情起源 重新把武汉实验室泄露 作为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的目的 这一点上几乎在舆论上达成了一致 那么在外交上 中国的外交部第一时间进行了驳斥 进行了反击 反击非常的凶猛 我们看一下6月4号 这个是澎湃新闻下午4点发的消息 王文斌主持例行发布会 有记者就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提问 说美国有关方面 比如说福奇呼吁中国公布九个人的医疗记录 其中包括2019年11月患病的三名武汉所的研究人员 和2012年6名在云南进入蝙蝠洞以后患病的矿工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你看现在这个事情越来越聚焦越来越清晰 那就是这九个人到底怎么回事 美方需要医疗界需要科学界需要 王文斌的回答是武汉所已经在3月23号发布了相关声明 这个声明说得很清楚 2019年12月30号之前 武汉所没有人接触过2019新型这个病毒 迄今为止该所的职工和学生保持零感染 除此以外 中国和世卫组织的联合专家组考察了湖北省的疾控中心 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武汉所等等机构 参观了各种实验室 与相关专家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 当时专家组也一致认为 实验室引发泄露这种假说是极为不可能的 王文斌这番声明可以说是官样文章 维持了之前的说法 但是遗憾的是不属实 或者说不完全属实 为什么 你只说了世卫组织和中国的专家组 在武汉溜到这一趟以后得出的相关结论 但是那个结论已经不是最新的进展了 现在美国的科学家乃至世卫组织 都愿意重新把实验室泄漏这种假说 作为一项科学研究的目的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来排除这种假说 因为科学研究就是设立假说 证实或者正否 这是任何科学研究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和前提 既然一共有两种假说 说要么就是在自然环境之内通过动物传染给了人身 这中间还有一个中间宿主是谁没找着什么动物也没找着 这条路没走通 那么实验室泄漏的这种可能当然就应该被研究了 这是纯粹科学的角度也不应该被否认的一个方向 如果否认了基本上就等于是否认了科学 科学家科学界的这样一个使命到这种程度 所以汪文斌的这番发言不太给力 但是问题很严重 到晚上10点25分 离汪文斌的记者发布会不到12小时 甚至我们看到新华社刊登了一篇非常重磅的文章 甚至提到了美国当年在中国的东北搞的731部队 和美国的德特里克基地进行的交易 我们看到这个指控是十分骇人听闻的 那就是中方不仅要自卫还要反击 不但是一般的反击 还要直接把美国射于马下 大家都知道当年731部队在中国的东北 搞人体实验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在这个事情上据汪文斌说 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基地 有一个生物实验室 就是搞这个开发的 他们和731部队有为过 种种官方和半官方的种种的交流 甚至他们手里还有文件 文件上还有黑色的墨印 那就是这是官方的 这是能找到的 那据汪文斌说发生了什么呢 说二战结束以后 美国在几年时间内陆续派 德特里克基地细菌战专家组前往日本 向包括731部队头目 石井四郎在内的731部队主要成员 了解日本细菌战的情况 美国为了得到731部队细菌战的数据资料 支付了25万美元 甚至向世界隐瞒石井四郎以及731部队的滔天罪行 还让这个石井四郎成为了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的顾问 你看这个汪文斌的透露这个消息是非常震撼的 他还说美国媒体披露 德特里克堡存放的大量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病毒 并且存在很多安全隐含和漏洞 据专家分析 美国遍布全球的200多个实验室 与近年来一些危险疾病和病毒蔓延始发地分布情况非常相似 大家看到没汪文斌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但这一次的新冠疫情有可能是你们美国人搞出来的 全球近些年来主要的疾病和病毒可能都是你们美国人搞出来的 你看你200多个和始发地的分布情况非常相似吗 这汪文斌真的是叫独孤一箭 这一箭就想要美国人的命 就想要美国这些科学家的命 如果这点坐实了 我看什么夫妻这些人切负一谢天下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汪文斌在最后的结论说 联系到上述美国军方与731部队互相勾连的历史 我们很想知道美国在境内外开展生物军事化学活动的重重疑云 什么时候才能解开 美国什么时候能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汪文斌你看 战狼 这个习近平刚说过要塑造中国可信又可爱的形象 汪文斌就出手了 他先驳斥美国不可信 至于可爱不可爱 这事就远了去了 中国有个特殊的方法 把说中国不可爱的一律关起来抓起来赶出去 剩下的都是说可爱的了 那人自然也就可爱了 这是中国近几十年来屡试不爽的一个方法 那关于德特里克堡的这个基地 我还真的认真查了资料 本来像这种莫名其妙的意谋论 明显的意谋论 都不值得倾注过多的精力 这就跟好多观众批评我说 你有那个时间干点啥不好 你去批评张维为 张维为值得人花这个精力吗 张维为老师智商比我们高900多倍 你能跟他拼吗 你拼不过他 在这一点上 你跟外交部的战狼 还真要跟他论辩 可论有什么可论的吗 但是我们毕竟是干这一行的 别人用各种各样的态度来说明问题 我们不能只靠态度 我们还是要靠事实 或者说即使我们拿不到事实 我们应该努力的去接近事实 看各方的一个反应 才能得出相对靠谱的一个结论 在节目进行到下个小节之前 我们恭请您给这个节目点赞 并且关注本频道 只有这样我们的节目才能到达更多的朋友那里 我们才有继续前行的动力 您所做的只是在节目下方竖起的小手上 点个赞 点一下转发 再点一下订阅就可以了 我们谢谢您 我查了德特里克堡所在的这个地方 美国的这个地方 当地的一家报纸 很有意思 这个报纸在去年就提到 说我们这个地方成为中美之间关于疫情起源争论的一个焦点了 所以中国好多人说是我们这搞出来的 但是这个有些问题 有些问题 比如说德特里克堡的基地官方也有人回应 这个他们说这完全是扯淡 因为啥呢 因为这个基地 他只研究防御型的病毒 防御型的病毒 比如说伊波拉 伊波拉这种出现了 怎么让美国的驻外的人员 美国的军队在海外 不要染上这种已知的病毒 他们大力开展研究 他们不研究这种offensive的 这种进攻型的创造型的病毒 他们不研究 他们只研究怎么防卫型的 当然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 我毕竟是个文科生 是不是 大家请大家原谅 我比这个张伟伟老师的科学素养 要差出一万八千多倍 这个但是我们有一只 有一颗爱真求知的心 我们尽量去做这个 围绕着各方的观点 各方的事实 我们来做一些梳理 德特里克基地 以及美国防疫学的专家 防疫的有关部门 回答了一个疑问 同时这家报纸还提到 中方造了些谣 比如说中方好多人说 这个德特里克堡基地 因为有种种安全上的危险 当地居民都疏散了 好多人迁到外地去了 这个当地报纸说 这点我们是知道的 没有 当地居民没有因为 有德特里克堡基地 都纷纷要求移民 到华盛顿也好 到北京也好 没有 人口的迁进迁出的数量 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那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德特里克堡这个地方 在这一次的新冠疫情里面 它并没有出现比美国其他地方更多的病例 就是跟美国平均数差不多甚至略低 那这种情况下 哪跟哪就跟德特里克堡连上关系了 这种非常牵强 美国WHO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疾病专家 有个叫Ryan Paul Ryan好像叫 他也回答了相关的疑问 他说现在去最合适去调查的地方 当然是第一个发现了人传染的地方 那是哪里 那是武汉 第一个发生了人体传染的地方 没调查清楚 你就要跑到美国来找个地方调查 这个叫highly speculative 就是过于投机性了 过于猜测性 那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看来 这一点 这个打打嘴杖可以 没有任何科学上的必要 和能够服众的理由 说先把武汉放下 跑到美国来调查 那为啥来查美国呢 因为第一次发现这个病毒感染上的人 是在武汉 我刚才查了一下 这个专家叫Michael Ryan 世界卫生组织的叫emergency chief 紧急状况专家 他就在这个媒体报道上 他说了哎呀这个来美国调查这个不靠谱 得先查武汉还是你看 连跟中共一直穿一条裤子开穿当裤 在裤子里乱搞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都持这个观点 到目前为止世界卫生组织也没有正式的提出来说 我们要查美国德特里克空军这个基地 没有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本着一个事实第一立场第二 公平公正的这样一个目标 我公开的声明 我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乃至中国的专家 乃至世界各地的专家 也对德特里克堡空军基地这个基地展开调查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新冠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 他说带来的惨重的代价 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一种可能 任何一种猜测 只要是有一丁点 一丁丁点 一毫克的这种 这种关联或者一种证据 都应该得到认真的对待 那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也是这一次疫情里面的一个关键方 他如果提出来一个设想 或者一个调研的方向 世界卫生组织也好 美国也好 都不予理睬 这个说实话也不够公平 那既然人家提出来了 查 那就应该查 查到什么程度 那也及时向全世界通报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态度 当然 我这么说 是从沙盘推演的角度 从这个道理的角度 作而论道 论道的角度 那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讲 世界各大卫生组织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专家的资源是有限的 时间是有限的 而且这个事情是有时间点的 所以在什么情况下 用多大的资源来研究 这个病毒可能是美国泄露的 这事儿 那要看各方的博弈的一个结果 但有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对不对 外交部既然提出来了 你们就进入操作阶段 比如说外交部 可以责成中国疾控中心 或者是武汉所甚至 直接发传真 小邮件给德特里克基地 说我要来查 这个事情进入操作阶段 如果德特里克基地 还不回应或者拒绝 或者再有什么理由 那在世界各地媒体的推进下 这事儿才真的成了个事儿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中国在美国有大量的外宣机构 新华社 中国日报 人民日报 这些记者应该蜂拥而至 跑到德特里克基地来调查 来采访 你们怎么不来 对不对 外交部都已经提出来了 应该全力以赴来采访才对 就是要把美帝和731部队 勾结这个内幕 给他公布于天下 这事儿如果你们都不做 你就穿着的是别人做 那证明你们自己都不信 或者说你们自己都没把这个当成事儿 这种情况下 别人是不是要跟着你的指挥棒起舞 非要跳起来说 我要来查美国 这就有点扯了 这就有点不把人的智商当回事儿 有点扯 另外我们看一下731这个事情 据新华社 人民日报 等等媒体的报道 还有环球时报 当年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石井太郎 跑回了日本 罪孽深重 隐姓埋名 但他已经被日本军盯上了 1946年1月 大家看到时间 时间点 1946年1月 石井四郎被美军秘密逮捕 一开始 石井四郎和美国专家审讯时 非常谨慎 绝口不提细菌战 后来47年初 美国从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出细菌战专家 诺伯特费尔博士与石井四郎 还有731部队相关干部战士进行了多次会谈 暗示可以与他们达成免罪协议 那意思就是说石井四郎你可以向我全盘交代 你在中国干了啥 细菌战的情况 人体实验的情况 我免你的责 不让你承担法律责任 石井四郎于是终于松口 答应交出所有研究资料 条件是美国保证他本人及幸存部下的生命安全 然后这个科学家费尔 向德特里克堡和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 提交了详细报告 并提出对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 免于起诉的建议 他把这个东西报告给了 驻日最高司令迈克哈瑟 提出要弄清731的情况 只有保证不把他们作为战分追究 进展才能顺利 迈克哈瑟一贯独断专行 但面对这样的重大决策 不敢做主 向白宫方面发布请示 后来美国国务院在1947年的 9月美国国务院向迈克哈瑟做出指示 说继续搜集市井等人掌握的情况 从美国安全保障的立场出发 可以不追究市井及其同伙的战争犯罪责任 你看这前边我们看到这番描述 不知道《红旧时报》和谁都是哪搞来的这些资料 感觉知道的细节也太狠了 连当时驻日美军怎么审问石井太郎的 非常谨慎 他都知道感觉他就坐在旁边 这个绘声绘色很像反谍小说或者007 这个太具体了 真实的过于真实了 另外 哎呀我时间有限 我到处查 731部队和这个当年美军的这个交涉的 或者说勾连的情况 勾连的情况 没查着 只有中文媒体里面有《环旧时报》这些提到了 我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里面高人很多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资料 或者您对这个问题有任何的看法 拜托您在留言区留言 我一定我向大家保证会尽全力往前推进 看看还能不能找到更靠谱的资料 跟大家分享 在这里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大家 要关注我们这个频道 事实第一立场第二 我觉得这是现在 不光是华人社会 全世界都缺乏的一种禀赋 一种态度 虽然可能我们一时做不到 或者说不能在每件事件上都做到 但我们努力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讲完了刚才 中方现在对美国和731部队的这个描述 我们看看中方得出了些结论 很有跨越性 说刚才说这些 已经就标志着美国与日本731部队战犯勾结的战略 正式形成 石井太郎不断向美方提供各种数据 包括他们撰写的细菌武器人体实验报告 等等等等 以及石井太郎 石井四郎 亲自撰写的20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研究总结 还有8000多张有关细菌武器做活人实验 活人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和幻灯片 大家看到没 我们先看这些时间点 1947年那时日本已经投降 美军作为这个二战胜利的一方的一部分 他全面掌控日本的情况下 你说他不去调查731部队合适吗 他当然应该去调查了 如果放在中国 中国也会去调查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觉得外交部把这个事情形容为 美国和731部队勾结 这个这怎么就勾结了呢 这个用词非常勉强 因为731部队做的事情 美方从来没赞成过 是吧 那当时日本和美军在这个事情上相配合 这是不可想象的 更没有什么证据 做731部队 只从目前即使中方描述的情况看 也只是美国调查的方向之一 那这个事情和今天这个新冠疫情 这个病毒的起源到底什么关系 那只有中方现在把这个当成一张牌打 这张牌呀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因为什么 我们从这么几个方面讲 今天 汪文斌把美国和731部队也混为一台 这会极大程度上 刺激美国人民的感情 后果极其严重 一切后果都由汪文斌承担 为什么 这说明在这之前 赵立坚所说的 美国军人跑到武汉来参加军运会 把病毒带来的 这不是他一时脑筋发热 也不是他要出风头 而是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战略 就是说要把这个事情搞到美国人头上 千方百计 百计千方 就说这是美国人干的 要不然事情都发展到现在了 这两个发言人的口径 怎么如此的一致 这证明 要把这个事情栽到美国头上 是一个既定的战略 背后是国家 是整个政党 是整个政权 而不是个别外交人员发昏 不是 这个定性 目前看来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另外从美国国内的情况来看 可以说是 山崇水赴 遗无路 柳暗花明 看不到村 大家都很着急 新冠疫情发展到现在 死了这么多人 整个国际社会 社会秩序 经济秩序 一塌糊涂 作为波乱反正的一部分 川普已经下台了 那拜登 你上台以后 你先把手里这些急事忙了 比如说把病 疫情先给他摁下去 但你必然 也要面临当年川普面临的一些问题 就这个事情出了 怎么办 谁负责 原因是什么 得搞清楚 那更何况是 现在新的资料表明 也已经被证实了 美国的这些相关的国家机构 像福奇所在的机构 竟然也出钱资助武汉所来搞这种研究 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不得不责成情志界和学界一起 再给你90天 你去给我搞清楚这个事情的原因 如果仅仅从科学的角度 坦率的讲 我至今为止不认为他们能坐实 因为要能坐实 早就坐实了 等不到今天 那就是在证据可左可右 可前可后 可上可下的情况下 你往哪去搞这个推论 那中国的外交部 今天竟然把美军麦克阿瑟 美国的基地和十恶不赦 罪恶滔天的美国日本七三要部队等同起来 那你让美国的各界 比如说医疗界 政界 军界 怎么想 美国一开始调查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 外交部把它放在了 好像叫什么武器扩散课 当时他们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 细菌武器 一个生物武器的这个方向去研究的 后来拜登给叫停了 但你看中方这么一搞 人家可能又不得不再回来 就是说不能仅仅从疫情这个病理学科学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这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就是要利用这个事情反隔一击 不管这个疫情这个病毒本身是不是中国造的 这一点在科学上已经否认了 说就像何老板昨天的节目里说 这个病毒是不是人造的 不用别的机构 科学家说了就能算这个造不了假 这一点我也认同 但是 这个事情之后围绕着舆论 围绕着这个调查 围绕着起源的追溯 中方体现出来的这套做法 那真的是特别有中国特色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危害 不亚于病毒 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中方还想让中国的形象变得既可信又可爱 要有什么国际舆论的引导力 中华文化的亲和力 还有什么这个中国信息的可信力 这利四利 这个告你到回头 一例都没有 今天你看一不留神 就这个题目我们都聊了 快半个小时了 快半个小时了 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6月4号 我们也不得不就这个特殊的日子 做一些特别的点评 中国今天在新冠疫情起源上做的事情 和他对当年三十几年前6月4号做的事情 采取的手法是一致的 那就是胡讲完成 另外就是要删除这个记忆 从大众的记忆里 大众的叙述里 公开的描述里 铲掉 甚至连赞同他们的言论都铲掉 今天我们看到 《华人顿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作者叫Louisa Lam 这一位Louisa Lam是一个著名的作家 她现在在墨尔本大学 进行新闻学方面的研究 主要是搞音像新闻 她写了一本书 叫中华人民遗忘共和国 The Papers Republic of Amnesia 这个名字起的十分好 就是中华民族中国号称几千年 但实际上每个人的记忆也就三五年 再往前你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相信如果今天的小粉红 他们能够知道三十几年前的天安门发生的一切 他们今天的表现可能会不一样 他之所以是今天这个表现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那么中国想尽千方百计去铲除了这方面的记忆 大家还记得吗 当年6月4号以后 当年选了一批共和国卫士 就是评报有功 打引号评报 杀了很多人 当然部队也有一些伤亡 他们评了一批人 说他们评报有功 但是现在还有谁去敢怀念这些官方大肆表彰的共和国卫士呢 谁敢提有共和国卫士吗 都不准提 都不准提 那么今天这个做法不但是在中国大陆 甚至在全世界 我们看到在香港 这样一个本来的东方明珠自由之都 所有的纪念活动都被叫停 甚至开始使用刚刚落地的这个国安法 你连穿很衬衫点蜡烛去去牟地集会 都被这个定型为非法集会 香港动员了7000名警力来危追堵截 6月4号昨天晚上香港要纪念六四的人们 今天我提到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写的这本书 中华人民一万共和国 或者叫中华人民建王共和国 这本书据他本人说 在香港的图书馆里也已经借不出来了 不让借了 你看香港已经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从这个角度讲 新冠疫情也好 六四也好 这样的事件 这样的记忆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倒物 往左拨往右拨 最终屹立不倒的 貌似就是 共产党的这一套行为方式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把这套行为方式 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要把它扩大到全世界 人人都说我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 要中国你要说我既可信又可爱 你缺一点我都要整理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就是为什么 只有像张文维这样不要脸的专家 他才会登上讲台跟大家讲 这样做没问题 这样做没问题 他甚至说 我都怀疑这两天张文维又连夜写奏折 写论文 跟中央说 不要怕美国要几个人的病例 不给他 然后现在要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帮孙子这帮王八蛋 他哪知道脚丫子和手 他自己都分不清 他让中央让中国该出手时就出手 结果你一伸出来就给别人砍断了 这孙子他绝对不会为这个负责的 所以面对今天这样一个世界 这样一个乱局 我们真的是很遗憾 面对六四的这个情况 我本人也感到很悲观 因为为什么 作为我来讲 我是时时刻刻关心这些话题 也对当年六四的幸存者 以及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境遇 十分关心的这个媒体人 今天再聊起这个话题来 都觉得有点勉强 因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 一件又一件 执逼你的心口 压得你喘不过气了 至于三十年前的那场悲剧 大家还有多少动力 会持续的 会强劲的 持之不懈的 去纪念 去反抗 去抗争 我对此表示悲观 因为人的这个劣根相 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还有来自北京的这个恐惧 当然在我们能做的范围内 我们尽量能够做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不得不回到老庄 老庄 最近读老庄比较多 也是一个不得不的一个举动 我们看看 庄子里面的一个故事 讲的非常的精妙 庄子的 《奇物论》里 讲这么一个故事 说一年 粮食收成不太好 养猴子的人 这个有点受不了 没粮食 他就对猴子说 现在粮食收成不好 大家必须勒紧扩腰带 过几天苦日子 从新的开始 每天早上 吃三颗果子 晚上吃四颗 怎么样 猴子都怒了 吵吵嚷嚷要造反 说太少了 早上吃的还没晚上多 早上三个 我这个晚上四个 那养猴子人一听赶紧说 那现在改 我们从山如流 早上吃四颗 晚上吃三颗 怎么样 最近猴子听了以后都很高兴 觉得自己胜利了 牛 世界上的人 就是这帮猴子 果然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事情的本质并没变 只是你自己觉得它变了 你觉得占了便宜 实际上你也根本没占什么便宜 放到今天的国际局势来讲 也是一样 中方自从在美国 欧美国家这个纵容和绥靖政策下 还有贪婪的驱使下 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过去三十年来经济高歌猛进 不但是政治上 经济上成为了世界巨人 在影响力上也不可小觑 他甚至要用他的这套 国家资源主义的方式方法 来统治全世界 来渗透全世界 他们以为自己拿到了这四颗桃子 但是后边这些年就应该是全世界跟他算总账的时候了 前面三颗还是四颗 或者是前面四颗后面三颗 结果是差不多的 我认为这个时间点已经到了 就是全世界利用这个疫情的时间 充分看清了大洋彼岸这个怪物 充分看清了他的危险性 跟他算一次总账 这个总账会以什么样的结果 什么样的代价显示出来 我对此也不乐观 我们会随时关注这方面的进展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在此我们再次称致的邀请你 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赞 分享给其他的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